今天的话题是中国的企业巨头对财富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绝对不能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 也是中国首富 现在首富等于骂人 等于诅诈 一和但不一和 欢迎来到经典的世界 你说我首富 你才首富了 你全家都首富 他现在是绝对不能当首富 为什么呢 那个拼多多的创始人叫黄老板 没这儿呢 被人给评创的中国首富 他自己呢 就发了一个非常悲观的利润的预测 导致股价大跌 一夜之间掉了一百多亿美金 就没法当了 这故意躲这首富 我绝对不当那个出头鸟 是死活不当 那个报表什么的是刻意的 是故意的来躲闪 那你不是首富了 农夫山泉的钟老板又成了首富 那就该轮上他了 结果他跟黄老板一样 不到24小时 农夫山泉也发布了意外的消极的前景 导致农夫山泉的股价大跌 这位钟老板也很快从富豪肘富榜上跌落 就是死活不能当这个首富 现在呢 他话腾里不当也得当 吃体质的饭 咱们就主要说 这个所有的问题发生在2020年 2020年这一年截止到这的时候 那中国还算是繁荣 中国的转折点就是从2020年 疫情开始爆发 同时呢 消费在国内对资本要管一管了 一个标志性的一年 在2020年最高点的时候 中国当年就新增了240位亿万富豪 这一年是美国的两倍 为什么2020年是转折点 因为就在这一年 那个叫马云的小个子 发表了一次讲话 隐晦的对中间管提出了批评 大家还都对那个讲话有印象 热了踏天大祸 所以说就因为马云从这儿掉头向下 立刻迅速而严厉的 给予了报复和打击 阿里巴巴的股价暴跌 马云也从富豪榜上迅速滑落 最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然后转年 兴起了那个著名的 共同富裕的运动 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弯的这些企业 这些民营企业就开始动手了 那在去年离开中国的 这种富翁的人数 就超过了一万五千人 远超其他国家的 中国的私营企业 正处在大退缩的状态 从2021年以来 就从马云出事以后 整个这个股市一直在下滑 民营企业出来了 国营企业进去了 国营企业得进去收酒 还去啊 结果国营企业现在的市值份额 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 现在已经接近50%了 到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半一半 就从2020年开始 中国的个人财富急剧缩水 亿万富翁的数量减少了35% 这全世界都不好吗 那不是 全世界其他地区增长了12% 人家都在增长 中国一下掉下去 三分之一还多 那到现在中国的超级富豪 越来越倾向于保持低调 一定要低调 不过美国那边的富豪 人家现在玩的都是太空项目等等 但印度那边的富豪 人家都是给孩子举办一个多月子 超豪华的婚礼 人家都在这整这事 但是在中国 一定要低调 岂能说首富了 二富三富都不能当 不能成为十大富豪等等 避免成为众矢之地 成为染中钉肉中刺 非要灭年后快的这种人